好 先回覆一下大家 我想回覆一下那些帖子 剛剛有一個人拿著我 我就回應一下他 好不好 他就說什麼 你知道我出了一個帖子 如果你有聽過這幾集節目的話 都知道我說什麼了 就是這個太陽倫時代進入深倫時代 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帖子就是這個 Exactly這個 喂 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是不是 照讀吧 讀給大家聽 我沒聽過的讀給大家聽 對自己的信仰有信心固然是好 但如前所述 什麼叫如前所述呢 就是因為之前節目有講過很詳細多次 就是在太陽倫時代進入深倫時代 這個關鍵時期 一神宗教會首當其衝被清洗 因為一神教乃是太陽倫時代的產物來的 當中包括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 是不是講得很清楚包括了什麼教 就是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 被清洗的包括宗教場所 神職人員 信徒等等 之前已經多次發生同類事件 耶教文明的法源地意大利 現在是很糟糕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的死亡率是十幾個百分之下 讀信耶教的西班牙 我有一個朋友很不幸地 我想他現在正在看 我也沒有辦法 忍不住要串一串他的 就是他還在跟我說 他祈禱希望這件事快點結束 我不是對你有宗教 但你可不可以讓神離開這件事嗎 這件事不關親愛的耶穌上帝神事 這個是我們的人類自作業 我不管你信不信他是武漢P4實驗室 還是後來是不關事的 沒有那麼多陰謀的 在蝙蝠自己不生性有病 人又不小心吃了他 我想問你之後政府某個鄰近地方的政權 很有力的政權 有很多有力部門的政權 很強力的 他們是不是有蓄意的隱瞞 例如我們有沒有聽到一個版本 是說這個病是不會人傳人的 記不記得1月初的時候 沒有人傳人呢 假如我在日本塑口罩回來的時候 還是沒有人買的 那時候是什麼口罩都齊了的 什麼Medicom 什麼牌子都有的 沒有人有興趣 沒有人問 最好大家真的相信了 你明白嗎 我說了這麼多年 叫大家不要相信權威的了 那你信不信呢 現在還要相信 你相信權威 權威有些什麼 WHO就是權威了 世界衛生組織 多年A子 伊波拉 接著Polyo Polyo中文叫什麼 不記得 無論如何 這些全部世界衛生組織 有誰還有權威過他 是不是 但是你信不信他 你信不信說不會人傳人 鍾南山有說過 後來變成有限度人傳人 接著就說終於確定會人傳人了 去到3月中的時候 世衛說這是一個世界的大流行 那你信不信權威 還是你可以相信自己 其實今集我很好火的 就是因為我要觸碰這些項目 這些項目就是 大家如果還坐在這裡 還覺得我要聽權威所說的 權威例如 李老闆 政府機關 例如世衛 醫生 如是等等 就是太陽林時代的產物 你明白嗎 我自己是太陽林主導的 我很清楚是這樣的事 你就相信 信完之後就說你 你自己去承擔結果 所有東西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因果 是個人承擔的 你不想去承擔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把它扔到神裡 是神的旨意 禁止這件事 正如這件事 剛才所說的 是人為的 你不要管病毒是蝙蝠還是 P4實驗室也好 是不是有人為的錯誤在裡面 可防可控 是否有人為的原因在裡面 有啊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不正視這一部分呢 對嗎 然後你來跟我說 求神令到這件事快點 為什麼神 in the first place 令這件事發生呢 對嗎 我們到底 在一神宗教的框架底下 很難解釋的部分就是 到底人的自由意志到底有多少 OK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公元前六世紀 至一世紀 就是 生殖倫時代 邁入 太陽倫時代 所以 舊有宗教 多神教 真正的多神教 真正的多神教 那時候的practice 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 我有我拜 你有你拜 沒有一個所謂的 你對的拜法 我有我對的拜法 我之前也說過 我已經出了我的 這個女巫衣櫃 我說我是 我是一個女巫來的 OK 但是那怎麼樣呢 那沒問題的 你們如果還是覺得 女巫是害人的 那這個是因為你被 洗腦了 白一點 OK 你是太陽倫時代的那個影響 就是覺得說哎呀是女巫是害人的 女巫是在過去太陽倫時代 被人擺在那個木柴上面燒的 OK 他們是究底 生殖倫時代裡面的療癒者 Healers 後來這幫Healers 遇到什麼 遇到一些醫生 遇到一些宗教強力人士 那你不可以跟我爭地盤 認為是我專業的地方 OK 那所以呢 就不要了 OK 不要說 那我直接就把你打壓成為 異端邪說 什麼叫做太陽倫時代的產物呢 剛剛這個人我說 為什麼勒暴興 給我現在去招呼呢 就是因為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就說 除了 耶加文明發源地的意大利 都信基督宗教的西班牙 就是我朋友還說祈求神會 令這件事沒有了 OK 神父牧師是集體染病 OK 早一段時間 3月26日的新聞 是 跟教宗一起住的教士 至少67個教士 病世 OK 那個是3月26日的新聞 接著 西班牙的神父集體染病 南方新天地教會 伊朗的寺廟 馬來西亞的清真寺 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一神教 OK 香港佛堂群組我都寫在這裡 但是為什麼我要寫在這裡呢 因為香港佛堂群組 都是太陽倫時代受影響的 OK 你看回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並不是現在這樣的 原始佛教佛堂說法 49年 是並沒有著書立說的 它沒有說 你要將我說的東西全部記錄下 然後將來世世代代的拜我 你要為我駐造這個同將神將佛將 然後去拜我 它沒有說過的 它只是說法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OK 如果不知道的人呢 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佛堂當初 它是說 它在菩提樹下 開誤的那一刻 它是不說法的 OK 是有人請轉法輪 就是希望佛堂說法 你到底誤了些什麼 大師 大師 大師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大師 大師我想問一下 你到底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想些什麼 是這樣的 然後請它說法 它最後才說法的 它並不是說 我要做教宗 我要做教主 我要受萬世供服 並沒有這樣 它說的其實 你問我 你看回現在的南傳佛教 就是泰國緬甸 OK 伊斯蘭靠 那個佛教的形式 跟今時今日 中國漢土佛教 會遲入一點 再遲入一點就是西藏 是很不同的 原始佛教是 並沒有這些格式的 並沒有這些 太多的 我們叫移軌上面的東西 儀式上面是沒有的 是很單純的就是 還滅 就是說你明白 輪迴是苦 你明白人生難得 你明白業力因果 是不是 明白諸行無償 明白這些 然後八正道 然後你怎樣會有苦 你怎樣可以還滅痛苦 令到人能夠解脫輪迴的苦 這個是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 巴黎文的佛經 是這樣的 並不是有很多的儀軌 叫你求財 求平安 求健康 沒有這些的 然後你看到很多佛經 很多的佛經 其實 坦白說 南傳佛教那邊是質疑的 到底這些是不是真的佛經來的呢 比如說 《觀世音》 《菩薩寶門品》 《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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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佛經 其實是不是真的佛陀 住世的時候說的呢 有質疑的 不要緊 各自各培訓 各自各修行 是不是 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說 最原始的形式佛教 其實是巴黎文的佛經 並沒有後來我們說的那些 好了 再進去西藏 就更加 形式 更加有 怎麼說 很多的儀式 形式化了 還有權力高度集中在 個別人士手上 就是我們所說的法王 寧波車手上 它就強調傳承的重要 就是說 這個法經過誰傳到誰 誰就傳到誰 它很強調這件事情 為你好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就怕你走火入魔 但是其實呢 我本身是密宗的 而我自己本身 你問我今時今日 我未必會說我自己是密宗 我會說我是佛教 因為我相信佛教講的那些道理 就是諸幸無常 人生難得 輪迴業力因果 OK 我相信這些的 我相信苦是越來自於個人的執著 我相信這一堆東西 但是我再是不是 局限於那個形式主義呢 我已經不是了 OK 因為其實我和姐姐寶甸呢 就去學了 殺滿之後呢 我們 我不是說過了 其實殺滿就是你直接 你直接去找一個創作者 你直接去找到最高的意識 就是我不是說 當時你15歲的時候失戀 OK 你喜歡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不喜歡你 或者你喜歡那個女同學 那個女同學不喜歡你 原來你可以寫一信 給40年後的自己去問他意見 那你想後是怎樣的 因為就是我和姐姐寶甸 現在學了殺滿之後 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已經不再局限於形式主義呢 就是你要這樣拜才對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 因為我17歲歸以密宗的 我一直都是密宗的 但是不代表我沒有看佛經 中國佛教的佛經我有看的 OK 中國佛教是注重經 而密宗是注重俗的 就是注重修煉的方式 與其是讀經的 讀經就是你每天都要讀那部經 不斷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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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密宗就是你不斷地練那個儀軌 那儀軌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 你當作是練習 OK 那不能夠講太多了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就想說 當我們學了殺滿之後 你會發覺 其實你自己可以去到源頭裡 去了解那個事實真相 而不再被這些框住 而更妙的地方就是呢 我發覺原來我們教我們殺滿那個老師 Kevin Turner 他本身是收密中的 他本身是白教葛馬加諸 都是很資深的弟子 但是他自己都說 他在尼泊爾住過 跟真人交談 了解之後呢 他發覺原來呢 就是他們個個都是在這個框裡面 OK And 原來其實我們自己是可以 live without那個框架 這一個其實我今集我想說的東西 就是 我們being condition OK 我們從小到大 尤其是零至六歲 底倫的時候 底倫的時候呢 那個情緒是什麼 底倫的大敵是什麼 是恐懼的 那你發覺零至六歲的時候呢 是我們需要學習恐懼的時候 恐懼好不好 情緒好不好 你問我 很簡單 他沒有好不好 是的 但是今時今日有沒有被妖魔法 有 正如蛋被妖魔法 正如肥膏被妖魔法 脂肪被妖魔法 椰子油被妖魔法一樣 有 被妖魔法得很厲害 OK 好了 那我們就說回了 就是說 情緒為什麼被妖魔法呢 就是 譬如你老闆 如果你上班的時候 OK 你黑臉 或者你跟同事之間有什麼不願意 不開心 接著呢 你有情緒表達 那些人就會跟你說 Calm down 你冷靜點先吧 喂 沒有人 會花時間去看 這件事的背後 到底為什麼那一刻你會爆呢 為什麼那一刻你會有這樣的情緒產生呢 他立即轉移了視線 就是說 你不要那麼情緒化啦 你不要先發脾氣 你先冷靜了 我先說 Sorry 你很喜歡 一生氣的時候 一哭的時候 你不要哭啦 他立即轉移一包紙巾給你 What if那個人 其實他過去十年八年都沒有哭過 一直壓住在裡面 接著今天終於有這個機會 他終於哭了 接著你一下就載一包紙巾過去 就叫他 你不要哭啦 這樣 OK 喂 他原來等了那麼久 she he or she has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for this release 接著呢 你不要哭啦 一包紙巾都還沒完 你還要去碰他 OK 乖啦 沒事 不要緊要你不要哭 不要哭 哇 糟糕了 能量這個時候呢 是要釋放出來的時候呢 你把他拍進去 這個我之前已經說過 人家如果哭 有他哭 OK 你不要出聲 你做一個樹洞 有沒有見過樹洞 一棵樹的那些樹洞呢 它有個洞在那裡 你對著它說什麼 它不會去judge你 說你對呀錯 如果你說我愛上了一個有夫 有夫之苦 他不會說你這樣 你做狐狸精啊 他不會 他會誘你 OK 聽你說 OK 接著呢 你哭呀呀呀呀呀的時候 他又不會跟你說 你不要哭啦 你這樣很差啊 你知不知道 不會 誘你哭 OK 你做人 作為一個好的朋友 作為一個好的父母 好的兄弟姊妹 OK 好的另一半 Do that B一個樹洞 給你身邊那個人 他信得過你呀 他才會在你面前 展望過一面呀 又或者說他信得過你之餘啦 OK 還有另一個factor就是 他真的不是隨時說哭就哭 是那個moment 對啦 他在那一刻有這個釋放 你應該支持他 替他開心 在隔壁 OK 英文所說的hold space 就是為他營造這個有利的空間 給他去做一個釋放 而不是你去批判他 說你不要哭 還有什麼味道的那些 那些什麼你這麼蠢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夫妻關係 男女關係會出事呢 今時今日 你現在不用question我 你自己又不是 你自己又是單身 你不要理我 阿姐又眼角哥是一回事 OK 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麼多關係不好呢 因為我現在 你知道我每天都見很多人 那就是 喂 當你一下一下 譬如老公跟你慎做事的時候 你就是站得高過他 去跟他說 當然不是這樣 你不是吧 你敢跟你老闆說話 如果我是你 我就敢敢敢敢敢 哇 傻的 你這時候你當然要加薪了 你看到很多女生 男也好女也好 其實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另一半相信他 去將他自己的問題 他糾結 他困擾的事情 去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站高一時 甚至站高幾時 站在他爸爸 或者媽媽 或者阿爺 阿嫲的角色 這些就是家庭排列所說的月位 那我想問 你想跟一個這樣的人拍拖 我不想 我怎麼會想跟我阿爺拍拖 你每次都教我怎麼做 我剛才說的 希望上帝快點解決這個疫情 那個人就是了 之前我跟他說 我說 我覺得在香港很灰 因為你跟別人說身心靈的東西 你跟別人說能量 其實明明證明到的 你上來店舖 我證明給你看能量的存在 我示範給你看的 但是大部分人說 能量歸不起功 他寧願相信一顆藥 相信醫生可以開了一顆特效藥給你 然後藥到就病除了 大家還停留在那個階段 大家還是這麼傻奸奸 就是這麼被洗腦 還有這麼相信政府說的 這麼相信權威所說的 現在小小的醒覺 就是你發覺 原來我相信WHO是會生氣的 原來我相信林鄭說 我不讓公幕僚戴口罩的 如果他們帶了我這些 他們脫下來 那你現在就打你八婆 OK 就是喂 你現在就看了 你不就看一下 如果你相信了權威會怎麼樣 你相信了權威 你過去30年 避開脂肪啊 避開蛋不吃 那你現在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可能就是又便秘 又生膽石 順便又割你的膽子 生意多好 然後你不斷地吃 不敢吃脂肪 只吃碳水化合物 就吃到 哇 有這個糖尿病異形 繼續開藥給你 你就繼續回去覆診 醫生沒有所謂的 因為這個是他的盈利模式 這個revenue stream OK 所以就是 你會發覺 我前一刻跟我朋友生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灰 我自己覺得很灰 我要用同等的力度去推廣這件事 那我為什麼不去一個 更加能夠開發到市場的地方 例如台灣 我股意長得很好啊 我媽媽是台灣人啊 我隨時可以包圍去台灣住啊 我今天買我帶來香港對不對 就是我可以去台灣的 我可以在台灣他們接受身心靈的東西很多 現在你問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家庭排列的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經絡啊 做腳把按摩那些 是的 那些人原來不知道 你可以透過肌力測試 去直接問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現在缺少些什麼 它需要些什麼 哪裡需要糾正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的 就是瑜伽都是由印度 透過伊安格去了西方社會 然後傳回來香港 傳靠明星效應 就是香港還是在一個非常高度的 太陽論時代的一個產物的影響下的地方 就是相信醫生 就是好像我每晚聽《光明頂》 聽《商談》的時候 總會聽到糖尿病協會的主席 走出來說 你一中風 不是 這是中風協會 走出來說 你每一中風的時候 你每一秒就會損失幾多個 腦神經啊 細胞啊 然後幾多個得足啊 什麼物物啊 然後糖尿的聲音又會說 你要關注糖尿病健康 問問你的醫生吃什麼藥好了 為什麼我要吃藥呢 我不是因為缺少了藥物 令到我有糖尿病的 我不是缺少了止痛藥 所以頭痛的 是不是 我是有其他原因的 那糖尿病異形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吃得太多糖 那我是不是在飲食上著手呢 而不是你叫我多吃點藥 吃點藥令到我去預防糖尿病 我去醫治糖尿病 其實整件事本來倒置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question 為什麼沒有人去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是被教育成為這樣 為什麼越高壓的國家 越強權的國家 那些人越瘋了 越物質呢 你看到鄰近地區就不開名 鄰近地區 但是呢一到呢 一發了的時候呢 立刻呢 說兇了 你D&G選一個模特兒呢 眼睛小了 她又不喜歡 不喜歡她又說你 就是什麼 歧視她啊 OK 周圍在喊 說歧視 OK 什麼都是歧視 然後動不動呢 就說你媽媽死了 喂 人家媽死了 你為什麼呢 你預告 你一定是對的 因為人家個個個媽媽最終都會死的 是不是 那你被動地要求人家媽媽死了 那你媽媽難得不可以死嗎 是不是 那在泰國人真的很棒 我真的覺得 這個時候我先說一句廢話 就是 喂 麻煩你 你鄰近地區那個政權 OK 用恐懼治國的那個政權呢 令到所有的人 都是在底倫的狀態之下 生存 OK 基本求生的 什麼叫底倫 OK 這一種形式下生存的人 你就不要跟一些有自由的國家 例如泰國去擴 你明白嗎 不要瘋了 有沒有看到泰國的廣告 多恐怖 人家的創意多麼厲害 你真的想和別人抗議 你真的不要開玩笑了 OK 所以尼馬斯林那些 那些外國小粉紅 是自己拿來賤的 這件事真的沒有人可憐 沒有人控制他 OK 那所以呢 我們再說就是 尼馬斯林那個政權 由1949年到現在 都是高壓 都是恐懼 你說只是尼馬斯林嗎 又不是 不是 其實所有國家都是這樣 是吧 當年1956年 那個時代才封面 是否1956呢 糟了我真的不太記得 是1970幾 不記得了 OK 就是這個 這個Ansel Key 不是說 啊 因為脂肪 是的 就令你膽固醇 會塞你的血管 那些 那又用Fear去控制你們 你們怕自己的膽固醇高 怕膽固醇高 那就會令身體 哎呦會中風啊 會有心血管疾病啊 這樣 那你怕 那你吃藥 然後爸爸媽媽就 0至6歲的時候 底輪時期是0至6 包括懷孕期間 OK 所以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我們分享一個例子 他媽媽 發覺為什麼拖兩個女兒 住堂樓的 拖兩個女兒 下樓梯 OK 那個小女兒不肯走 永遠都要抱 那當然要罵 那些媽媽很喜歡罵的 我媽媽很喜歡罵的 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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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到有一天後來 他發覺他回想回頭 為什麼女兒坐升降機就肯 自動的電梯就肯 但是為什麼樓梯不肯 原來他拖著他的時候 是滑過滑過樓梯 那你說 他弟弟其實都不記得了 但是細胞記得的 因為細胞記憶 所以為什麼你爸爸媽媽 阿公阿婆阿爺 的創傷 是會能夠透過細胞記憶 落到你的身體 就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呢 和你個人的腦組織 那個記憶體沒有關的 跟Hippocampus 什麼姓沒有關的 OK 不用那個記憶體發達了 你去記得我曾經發生過這個創傷 我講一個另一個例子 你有聽過的了 有一個女孩子從小到大 躺上床 她基本上要立刻閉上眼 因為她看到一個天花板 她覺得天花板會塌下來 正常你和我不會這樣想 為什麼她會這樣想 因為她爸爸兩歲的時候 目睹到日軍 空軍炸他 還打下來了 那一幕其實是她爸爸的記憶 她爸爸的恐懼 就在她身體裡面 但是 念頭和情緒 你們一般人是不會問的 你一般人不會去找她的源頭 在哪裡 是不是 當然你的西醫 OK No offense 也不是有這個training 她也不會幫你做這件事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恐懼 為什麼你會這麼害怕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想法 對不對 OK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次都是吃藥 希望去根治這個問題 那好吧 我拿頭痛做例子 頭痛 我吃一顆止痛藥 今天是這樣 明天是這樣 後天是這樣 好了 What if 你的頭痛是因為你的頸 三骨齒 那你想吃你的止痛藥 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好像 之前那個很好的演員 Heath Ledger 這樣 止痛藥 歪了一點 死了 還是你想吃到你的肝頂不住 你想吃到什麼 因為原來那個源頭 在骨齒裡 那你繼續吃止痛藥 是遮了他的痛 這樣 好了 另外 What if 不是有骨齒 What if 原來是你的腦裡面有一顆瘤 那你繼續吃止痛藥 吃到 吃到 吃到那個腦 裡面那個瘤自己爆了 自己不見了 還是怎樣 其實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What is going to be a different How is it going to be different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difference OK 好了 失眠了 是不是 好了 我們又講了幾個層次給大家聽 失眠 很大機會 是真的因為你的身體分泌的褪黑激素 就是melatonin 不夠的 你說不是的 我已經在吃melatonin 但我還是睡不到 OK 這個時候 醫生就用什麼角度 醫生就會去看你 是不是有抑骨症 OK 因為如果不夠 這個血清素 都是會睡不到的 那不長時間睡不到 因為自己會做 因為開藥給你吃 一吃就吃半年一年 這樣 OK 但其實功能醫學的另一個角度 告訴你 是什麼 就是 為什麼你的褪黑激素 升不到上來 是因為你的皮質素太高 你的壓力可疑無 遙遙板 你知道嗎 遙遙板 兩邊一個是褪黑激素 一個是皮質素 一個升高一個是降低的 一個升高一個是降低的 是不是 OK 那正常呢 晚上開始黑了 那如果你不是周圍 好像我現在那麼光亮的話 那你就應該是 嗯 就會開始分泌 褪黑激素 就開始眼睡了 那其實我們每天 我們由一個晚上入黑 就開始分泌了 那就去到這個可能11、12點的頂峰 那就快要睡覺了 為什麼有些人睡不著呢 為什麼有些人睡不著 會醒呢 因為它的皮質素 這個遙遙板 一直居高不下 OK 它給你的褪黑激素 上了一點點 但是它馬上按下去 所以 你就變成你睡了一個多小時 兩三個小時 你就醒了 好了 那這個時候 你應該是繼續吃 更加多的褪黑激素 就等於 你有糖尿病 但是你繼續吃 這個什麼菠蘿油 乾炒牛河 煙粗炒飯 煙粗炒飯 那種肥可樂 然後西醫就繼續開 這個糖尿病藥給你 一樣 你應該繼續追藥食 還是調轉去源頭解熱的問題 就是把皮質素降下來 明白嗎 把皮質素降下來 就是你的壓力可以按下來了 它按下來了 你不發覺 壓力小那一陣子睡得很好的嗎 為什麼 因為你壓力小 沒什麼壓力那一陣子 我問過很多人 是啊 在香港 睡不到的 要吃安眠藥的 一去旅行 去了泰國 布吉 去日本 內涼 馬上睡到豬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它的皮質素降下來 OK 是的 正常西醫就要用藥物的方法去解決 它不會尋求多方的解決方法 OK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你看看我怎樣可以調節我自己 令到我的皮質素降下來 就是幫助我的身體感壓 第二個層面 就是情緒的層面 你為什麼會睡不著 是不是 你擔心 你將來有一個大表演 你將來要考試 你將來要見功 是的 或者你那一半 跟另一半叫了一個大教 OK 你會不會睡得好 不會 那是不是情緒影響 絕對是 那這個時候怎樣 去緩和這個情緒 從小到大 沒有人教過 OK 好了 去到能量層面 能量層面 你睡不到覺 跟任督移民有沒有關 跟你的三朝經有沒有關 跟你的心經 跟心包經有沒有關 跟肝經有沒有關 可以嗎 這些是我會檢查的事情 這個也不是西醫的反省 是我的反省 好了 再說 睡不到覺 跟你眉心靈有沒有關 是不是你不斷地這樣 轉頭角尖 想想想想想想 那個腦好像不懂得懂 為什麼會這樣 眉心靈 眉心靈 黑暗面 還要高分 這樣會不斷地轉 不斷地轉 不斷地轉 那個腦不會停 還有想起一些事情 不是那些 中學律才好想 不是想那些 是想起一些 很灰心 很不開心的事情 OK 好了 到最後 這個靈性層面 記不記得我舉過 我師父的書裡面的例子 有個男生叫Jazz OK 什麼都試過了 看精神科醫生 心理醫生 什麼都做過了 都不合理 OK 後來就找到老師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二十幾歲 但是看了像是三十幾四十歲 為什麼 因為長年的失眠 老師問他 你失眠了多久 他說很多年了 我十九歲開始失眠 好了 然後老師就問他 你那時候怎樣 開始失眠 我過了十九歲生日 很久了 有一天晚上 睡不睡了 三點半左右 我突然窄身 我都很冷 之後我就睡不回 那現在你睡著了 你會覺得怎樣 我不行的 我睡著了 我覺得我起不回 然後老師就叫他 你回去問一下 你有沒有一個家族成員 在十九歲當年發生 一個壯大的事件 OK 回去一問 大白 OK 大白在十九歲那一年 就是在黃刀鎮幫人 維州電纜的時候 是凍死了 所以就有那一句 那個感受 就說 我不能睡的 我睡著了 我就會起不回 OK 靈性層面 你可以永遠不去接觸你的靈性層面 你可以覺得靈性層面欺騙人 你可以覺得能量層面欺騙人 那你就永遠停留在 只是吃藥 開刀 打針的那個階段 因果自負 這個世界所有東西都是 是因果自負 這個選擇是自己的 就是都是逐一條路 自己選擇 混蛋 不要哭 OK 好了 那我今天想講 我今天想講的 還有一點時間 OK 我們再講一下 就是 大家 肉身曾經很容易理解 剛才說過頭痛 哎呀 不斷吃止痛藥 其實可能是頸部 骨刺 可能腦裡有個瘤 不理 OK 好了 接著呢 情緒也是的 被妖魔化了 情緒不好 情緒是壞的 為什麼 情緒代表 想控制你的人 控制不了你 OK 為什麼我們從小到大 零至六歲的時候 父母 要entice 那麼多 fear 在我們 就是令我們感受到 那麼多恐懼 為什麼外在的世界 要令我們 那麼多恐懼 你看到從小到大 尤其是小時候 父母很喜歡說 你再不乖 一會兒 毛婆就會來抓了你 過來人 我媽媽經常講這些 OK 我相信大家的媽媽 我也有講這些話 為什麼小時候 這麼中用恐懼 來嚇我們 第一 今時今日的我 我就會說 為什麼我要聽你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 透過我自己的經驗去摸索 例如你跟我說 那個鍋是熱的 你摸下去 你會燙傷 你會受傷 這一個是一個好的恐懼 這一個我要知道的 因為我知道了 我可以避免受傷 是真的 因為我碰到它的話 我可能不知道你會受傷 可能它整個鍋掉下來 綠熟了 死了 你不出奇 但是什麼叫做 如果你不乖 毛婆就會捕捉了你 OK 第一 你這樣講 其實小孩子 因為他長期處於一個 alpha的brain waves 就是他的腦袋 在alpha的狀態 他不會過濾的 是直接進去的 OK 催眠的時候就是師傅 那個階段就是alpha theta和delta 游走的中間 那小孩子 0至6歲 底倫時代 全部都是直入的 所以學語言很快就是這樣 OK 好了 你跟他說 為什麼要我恐懼 因為父母想管教小孩子 什麼叫管教小孩子 就是按照他的意願去控制你 然後到你十幾歲 你不受控制了 他就說你誤譯 說你不乖 你明白嗎 OK 好了 政府很想我們有恐懼 就是說你要交稅 你要奉公守法 你要聽特首話 你要聽政府話 你看一下那些極權國家 包括隆近地區 Nimas Land 就是這樣 很多的恐懼 街上有武警的 有公安 然後你小小東西 不是他要你走那一套 那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尋釁之士 你就顛覆國家政權 明白嗎 OK 那這個就是將他們 長期擺於一個底倫的狀態 底倫的狀態的人是怎麼樣的 很現實的 是的 很現實 多不多這些人呢 都多的 我不是說藍絲就是這些人 是的 大部分都是的 那藍絲是否一定都是壞人呢 不是 那視乎他的教育程度 但是藍絲有十個 十一個還有十一個都是底倫主導 因為底倫就是現實實際 我的生存 是吧 我的利益 他全都是在想這些 OK 是否支持呢 因為每個人都有底論的 只不過你是不是那個輪位主導 但是你留意到 他們就是會用 不論政府也好 父母也好 醫學界也好 任何權威組織也好 他們是用恐懼來控制的 宗教就是了 你不信他的教育就會落地獄 你不信 你不修行的話 你就會永度輪迴 明白嗎? 是用恐懼來控制人的 我們也會去 見到他們的模式 就是他們會計劃到你去相信 除了你只能夠用他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他的方法的話 你就是萬劫不服的了 這個是非常之太陽倫時代的產物 非常 你一定要跟他的方式 權威是對的 所以為什麼去到現在 會有這個病毒的產生 為什麼WHO在現在這件事裡面 會這麼醜? 那麼醜呢? 就是因為太陽倫時代已經結束了 正式交替進深倫時代 它是一個過程來的 它不是一下子過夜就剪掉了 即是1997年71不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交接的過程 所以不要想著一劑就搞定 就是我剩下一次武漢肺炎就搞定 接下來你會很長時間的 你相信我 接下來會有些政權倒台 OK? 大家可以有眼睛看的了 越強權越是權威的東西 越會倒得快的 所以包括宗教場所 即是有一個宗教領袖 是會倒得相當之快的 而且他們會首當其衝出問題的 現在我說了40分鐘的東西 我就先喝一口東西 大家就留言了 有問題想問我的請留言 我現在先喝一口東西 我先喝一口東西 好 重要的概念包括什麼呢 就是你的身體的痛不舒服 痛不舒服累了 這些信息它其實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個 notification 就好像你會收到電郵通知你 你有電郵去檢查 或者你要收到封信叫你交電費 水費 母氣費 其實痛症 累 腫 冤 這些全部是你身體在發訊息給你 其實你有些東西 你真的要看看它 但今時今日因為西方醫學 我們叫allopathic medicine 是很強的 很強在於什麼呢 在於抑壓的症狀 所以你吃了止痛藥下去 你的頭真的不痛 你的生命是正常的 所以你就可以忽略了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有骨刺在腰頸裡 還是我的腦裡面又生了一個瘤 你忽略了 正如剛剛所說的 痛症呢 是太陽輪 中間 默輪 太陽輪 不是太陽神 不是太陽能 太陽輪 沒錯 那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痛症是你身體發一個 E-mail或者WhatsApp給你 就說 喂 注意了 有些事情 Something is going on Take care of yourself 這樣 所以為什麼 我做了訪問 見了我的客人 我要你七天的生活紀錄 我不是要你 遇到很多這些 我一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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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會來的時候說 我忘記了大約 我怎麼說給你聽 我每天都是吃過的東西 遇到很多 這些我真的會彈你回去 七天之後你再回來 為什麼 我不是要你回憶給我聽 這些就是很物理層面 你明白嗎 我不是要你吃了什麼 這麼簡單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層次 另一個層次就是 你那天睡醒 哪裏早 哪裏冤 哪裏痛 這些是科技來的 就是你布甸最近 他有個驚天大發現 他說其實 阿姐 原來我 並不是增上班 其實我這份工作不是很辛苦 我一向都是的 這份工作是很辛苦 接著他就說 我發覺每天下班的時候 我剛才真的很累 接著我真的很累 我說你有沒有留意過 為什麼 他說我現在終於想到了 他說那個小時 就是五至七 我說啊哈 那五至七是什麼時間 他說那個就是神經的時間 我說沒錯 是啊 還精補腦啊 他說大哥你神經不夠啊 這樣 他自己知道 腦神經是神經所生的嘛 所以為什麼他每次去到每天 去到下班 5點到7點的時候 他覺得頭會爆 我覺得頭很脹啊 很緊啊這樣 因為那個神經沒有辦法不夠啊 沒有辦法去填腦啊 OK 這一個是中醫的概念 這樣 發生腦水是神經其中一個 主要的功能 OK 所以我們避開不必要的用腦 例如下棋這些東西 我以前喜歡 那一學就戒了 因為我不想令到我的腦空空如也 這樣 那什麼人呢 是會有這樣的 阿哥啊 你是不是在聽著阿哥 看你有幾個情況 一個是先天不足 就是老爸老媽生你的時候 他已經支持老爸用了很多 所以就沒有什麼派給你 那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就找他去追完了 第二就是用腦過渡 那些老爸老媽呢 那些虎巴虎蠻子 就好像是扯爆了子女的 是不是 扯爆了 好啊 去到他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就虧了 好了 第三就是經常恐慌 整天嚇你 整天嚇你 好害怕 中醫的角度 甚至跟恐懼有關 第四 憑物性行為 阿哥 你自己四個看看你中誰 你中了 OK 好了 繼續講 那我們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知道的是 到底你睡醒的時候 你哪裏腫 哪裏痛 哪裏冤 哪裏累 你睡醒的精神狀態是怎樣 老夫打了幾隻 很精神 還是要多睡一會 OK 還有你全天去到什麼時候 你最精神 去到什麼時候 你特別睡 好像布丁剛剛的例子 就是這樣 他發覺是五至七 就是神經 然後我可以幫他測試他的神經 神經透過哪一組肌肉去測試呢 soul as muscle 教練就知道我講了什麼 soul as muscle 現在老師都會知道我講什麼 透過那裏去測試 為什麼我們說 身體最誠實 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這個是真的 我們不只是笑 你媽媽斯林的人 就是他們 每次都說很外國 大家就移民到美國 不只是說這裏 是包括什麼 就是包括 其實你的身體是真的知道的 到底你的身體需要吃什麼 你的身體不需要吃什麼 這裏就是補充劑 兩者都寫著重組的 是吧 CS4重組 兩個都是這樣說 但是兩個哪個比較適合 哪個會比較好 我想告訴你 商品說明條例 它只要裏面有這個成分就可以了 但到底裏面是98% 是CS4重組還是2%呢 這個對你就很大分別了 是吧 那你當然希望它98% 但是它不會是純的 它裏面會加到米粉 或者我們叫做Meltodextrin 其他東西去填充了膠囊 它100%給你 那樣東西給你 這樣就很勇 所以是會這樣做 但是 如果你拿著那個套餐 你可以去測試肌肉 你會知道 你的身體對誰的效果好些 正如我們檢查麥林 上過來見過我 檢查麥林的人就知道了 你閉上眼的 你伸手出來這樣 OK 你拿著那支東西你看不到 因為是另一個人塞給你的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嘗試保持 你感覺到 我按你的時候 你感覺到 誰有誰沒有目標 因為身體最誠實 身體是知道的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肌肉 去測試不同的經絡呢 是因為其實 你的經絡 其實好像血管一樣 但血管是心臟的管道 它負責運送血液 但是經絡負責呢 是運送能量 是不同的器官的能量 而西醫很聰明 這是一個叫John T的醫生 支持George Goodhart 接著是John T 他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經絡搞什麼行法的 其實搞什麼行法 他是經過很多的肌肉 有某一塊特別大的肌肉 這個就好像古代的疫站那樣 大的中轉站 大的疫站 那不如這樣吧 我試試挑戰一下這個肌肉 看一下它的耐力 看一下它是否能夠 我就知道 那個經絡的力量夠不夠 即是又用回尼馬斯林的例子 好嗎 尼馬斯林呢 本來只是應付這個 叫做中美貿易戰 它沒有問題 但是呢 卓卓有餘 強國有很多次 但是呢 接著發覺不是 它現在就要加上這個 武漢肺炎 令到全國又停產 接著就算我逼你們 開班都沒有用 因為原來歐美的訂單都停了 這樣 大家都是假裝開工的 照開冷氣照開燈 因為要聽黨話 跟黨走 要不然會坐牢 會被人抓了去 又說什麼 尋人支持 所以我不想被消失 我唯有開燈開冷氣 曬著先 但其實沒有訂單 沒有東西在做 那些床 不緊 你發覺就是 它照做 但是呢 中美貿易戰本來 滋滋有餘 再加上武漢肺炎 再加上蝗蟲 在非洲 不知道西非飛過來 再加上又說什麼鼠疫 珠瘟 禽流感 再加上現在呢 全球所有的文明國家都說 要中國出來 出來交代 到底這個武漢肺炎 是怎麼樣 嘩很忙啊 然後呢 現在內部的鬥爭 內部矛盾 那些共產黨員又說 你是不是領導無方啊 然後是不是要換人啊 這樣呢 這個面容挑戰 你明白嗎 正如我很多年前 17年的時候 教大家測試自己的腎上腺功能的時候 就叫你們 用個微弱的燈燈 去照一下一個 已經適應了黑暗當中的瞳孔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 給它一點點的壓力測試 你就知道它能不能保持 一樣的 肌力測試 肌肉測試 同樣是這樣 我測試一下 肌肉能不能保持 不是跟你鬥大力的 你和我鬥大力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是用兩磅的力 要是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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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碼一樣 好了 如果我們身體的疼痛 是我們身體的訊息系統 跟你說話 喂 你正視一下我 你的情緒 就是你的靈魂系統 發給你的訊息 當然你可以不理它 你可以覺得 我沒有情緒 我個人很靠 我以前那份表 有問人的 但每個人都說 我沒有什麼情緒起伏的 我個人很平淨的 然後就說 我不開心 我就做什麼 煮劇 聽歌 睡覺 我真的想問 我也知道你也說過 你很開心的時候 你就不會煮劇 聽歌還是睡覺 你沒有針對性 來處理這個情緒 所以為什麼 大家的靈魂這麼弱 你明白嗎 那些人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我的靈魂 檢查得這麼弱 為什麼 因為你全部的靈魂 裝了垃圾 靈魂是磁碟來的 靈魂裝了什麼 就是過去的整個世人 所發生的事的能量印記 一件事發生了 是的 發生了 如果是真的 但是它的能量印記 你處不處理 改一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有情緒 你有沒有處理到它 沒有處理了 就進了磁碟裡 之後可以處理一下 可以 但是你要處理才行 大部分人不是的 大部分的人面對情緒 就是沒有興趣 不想面對 好像我去上 跟情緒有關的班 然後 有個朋友就說沒有興趣 我說我如果沒有興趣 我不會這樣叫你 因為我的朋友是一個很務實 什麼都是做事要賺錢的 先不說在佛教的角度 這件事其實很嚴重的 你不斷賺錢賺錢 操生你的娛樂 和你的樂趣的話 這些人很大的機會 大家例如死了 就成為了守財奴 是大力鬼神的一種 是惡鬼道的 一種 俗稱大家叫做鬼 是的 你頭一頭都會做鬼 是的 那就要靠別人給你香火 因為要不然 你自己吃不到東西 很慘的 是的 所以很執著錢 很捨得花錢 不捨得給別人和不捨得給自己 都有相對應的果報的 錢財是一種流動來的 錢財是一種代幣 一個 currency 我們叫做abundance money 其實自然就是愛的流動 所以為什麼你和爸爸媽媽愛的流動 如果有斷裂呢 是會影響到你的金錢 就是這個意思 是家庭排列的角度來的 好了 說回頭 如果你說我不面對我的情緒 我個人很靜的 我沒事的 但我告訴你 每個人讓我做break the cycle的時候 就是打破宿命 我終於幫你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打破宿命 每個人讓我做打破宿命 都哭到豬頭 豬頭 口水 鼻涕 眼淚 混在一起 所以不要跟我說這件事過了去 你沒有什麼情緒 是有的 你藏起來了 在衣櫃裡面 或者床下底 你嗅到一股糯的味道 你嗅到一股臭的味道 你把死絲塞在床下底 看不到 但你嗅到一股絲臭的味道 但你也不想去面對 那會怎樣呢 我剛才不是說的 痛 不舒服 腫脹 如是等等 這些是你身體的信息 而情緒就是你靈魂的信息 如果你的靈魂信息你不處理 那就是下生再在中國人 就是這樣而已 再投胎回來 再在一個 middle world 就是殺滿所說的這個中土世界裡面 充滿愛恨啊 對立啊 鬥爭啊 煩惱的地方啊 你不處理情緒沒有問題的 回來 然後回來 再做中國人的 money must live 最好的報應 他們最怕什麼就是這樣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不是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女生 晚上跳上床 看著天花板 有恐懼 很害怕 然後有抑鬱症 要吃藥 有焦慮症 他不是有這些情緒的信息的話 他怎知道他爸爸那件事 需要處理 明白嗎 是啊 正如我都有的 我那兩個情緒 是我媽媽加上我爸爸本身的太太 大太太的情緒來的 每個人都有這種祖先的糾結 祖先的情緒透過細胞記憶 傳到我們那裡 那你室家無神的抑鬱是什麼 室家無神的不開心是什麼 你的抑鬱不開心的源頭 原來是因為去年你先生出軌 或者是你女兒不乖 那你找到一個源頭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是這一輩子 不知不知道去哪裡 那就早先 甚至是靈魂層面的 原來你前世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你自己忘記了 我很多個案分享 很棒的事情 其實我每天都做這些 其實我很希望你們可以在現場上看 當然不行了 因為別人有priority 那我會轉述說一個例子 那譬如有一個女孩子 我問過她同意的 本來她媽媽不是很想去說的 她覺得那個病人聽到就不好了 那我後來她解釋 我說你聽我說 這是做功德的 OK 你說了這件事出來 就是我不開你的名字的 OK 我說了出來 有其他人本來有這個病 她可能已經準備了去自殺 說真的 但她聽完之後覺得 咦 原來有得搞的 而她那一刻沒有自殺 那個功德是你的 OK 她聽完之後 有好處 就好了好了 那就很乖了 肯讓我說 那我講完這個案子 就今天完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十多二十歲 我不知道有沒有二十歲 很小 她跟她媽媽第一次來做討論 就是我們叫做PHM Personalized Health Consultation 就是個人健康管理 那個女兒就有紅斑狼瘡 OK 我問她 我就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 她說很小 好像不夠十歲就已經有 很少人這麼小 然後我說 你記不記得你發醫療病之前 就是醫生確診之前 發生過什麼事情 她說 我大病 然後 那一陣子 我爸媽媽就對我好一點 之前都一直想念臭小孩 聽到這裡 有訓練 我們聽得出來 再問她 你對於小孩的出生 你有什麼感覺 她說 我不喜歡我小孩 我很討厭她 我很討厭她出生 類似這樣的意思 她沒有說很討厭還是不開心 總之她是不喜歡她的小孩 不想她出生 OK 好了 然後呢 這件事很棒 然後我就請她回來做 BREAK THE CYCLE BREAK THE CYCLE 回來第一次做的時候 進入了狀態 我不會給你們眼罩戴的 知道為什麼嗎 我要看你的眼球的動作 OK 你有聽過REM REM就是Rapid Eye Movement 即是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眼睛不停地移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你進入了Theta和Delta之間 那個狀態 眼睛會不停地移動 如果有修煉物中的人 就知道 你貫上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向上的 還有你會不停地轉 為什麼呢 OK 因為其實是一個high level consciousness 更高的意識層面 OK 你的身體修復 如果有靈性高的人 你的頂輪高分 還有開和光明面的人 是會這個時候收到訊息 OK 好 繼續 接著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眼睛 這裡開始有Rapid Eye Movement 我問她 我就說 你現在處於一個光魂裡面 那個光魂現在變色了 變什麼顏色 她說粉紫色 記住 這個女生不熟悉默魂系統 不熟悉的 接著我已經知道 好東西 果然 OK 接著之後她就說 我 有一塊東西頂著我的頭 很辛苦 很大塊 我問她 我問她 雞蛋這麼大 檸檬 乒乓球 網球 足球還是籃球 我記不記得 好像足球還是籃球那麼大 她在頭上 頭上是否頂輪 粉紫色是否頂輪 不記得 接著我就說 你試試拿她下來 這樣 好了 拿下來 你跟她對話 你看一下她有什麼訊息給你 去回兩個場點 第一個場點 她三四歲的時候 看到一次的車禍現場 我問她穿什麼衣服 穿著橙色的外套 藍色的孩子 有花花 你那時候幾多歲 三四歲 好了 接著第二個場景 再見到是什麼 她在乾媽家的樓下等 等誰 等一個多小時 等表姐 表姐是天橋的另一邊 為什麼表姐不過來 表姐很討厭我 這兩件事 在能量層面上 小時候 沒有處理到這個情緒 你問我 三四歲 看到車禍那件事 會是什麼 會是soul portion loss 是靈魂碎片的散失 聽慣我節目的 會知道我說什麼 你一嚇的時候 三魂不見七拍 一個中國的說法 是不是 薩滿都有這個說法 嚇走了一些 好了 接著 去到可能十歲八歲的時候 表姐 玩她 她等了一個多小時那件事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不開心的情緒 鎖住了 在一個墨籠裡面 好正 鎖住了在哪個墨籠 頂籠 就在頂籠裡面 沒有出發出來 我想問你 紅斑狼瘡是什麼疾病 免疫功能的疾病 免疫功能的疾病 跟什麼有關 就是腦 腦跟什麼有關 就是頂籠 你看到這個關聯 OK 這個就是break the cycle 第一次做的是能量層面 第二次呢 好了 去看看她的前世 不是我告訴她 那你前世呢 就是兒紅院裡面的紅牌阿菇 或者你前世的將軍 這個是三世書的說法 不是 她是去到看 她第一幕看到有很多米 在地上 一袋袋的米 跟著呢 你身邊有誰在 有個男 一個男人 OK 再看一下 形容一下那些屋給我聽 那些 穿著什麼顏色衣服 她說這裡上面有個綠色的髮衫 穿著一條淺黃色的裙子 她形容了給我聽 一一兩下 跟著呢 最正Long story short 我剪掉了中間的 你想聽過詳細版本 你上來找我告訴你 跟著呢 原來她那一輩子結婚了 她那一次怎麼會在街上呢 很熱呢 她身邊有個男人 應該男人是她老公 她那時候是21歲 她在找女兒 女兒在前面 OK 已經結婚了 有個女兒了 但原來她是個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的情人 而這個人還有個名字 後來這個人呢 他們想結婚 彼此情投義合的青梅竹馬 但她自己爸爸不讓他們結婚 後來她自己結婚了 有個老公有個女兒 但是那個男人沒有結婚 但是到了大約四年之後 那個男人說要走了 離開她了 她怨恨那個隊 怨恨那個人 怨恨這個男人 為什麼你會離開我 但她沒有想過 其實你自己結婚了 大哥 你想別人怎樣 你結婚了 你有個女兒 你不可以跟別人在一起 那別人走 別人離開 其實很正常的 沒有想過 OK 後來去到她死的時候 她都沒有再見過這個人 你猜一下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她後來 今生的弟弟 回來投生做的弟弟 是啊 所以她今生再見到那個弟弟的時候 就是 當日你扔下了我 你現在為什麼還要再過來 你為什麼還要在我面前出現 你想想情侶就是這樣 是不是 情侶的情感就是這樣 當日你扔下了我 你走了 你現在還有膽在我面前出現 就是那個情緒 為什麼今生的弟弟 一出生的時候 他這麼討厭他的弟弟 他這麼不喜歡他的弟弟 好了 現在看回關聯 做了一個和解 我們就再觀察一下 他的紅斑狼瘡 怎麼樣 他做了第一次 BREAK THE CYCLE的時候 他媽媽也看到 身上的那些顏色 淺色了很多 他自己看到 他媽媽也看到 他的癌症也好很多 現在做了第二次 我們等他發尋評論給媽媽 接著我會放上 生同感受給大家看 我的個案講到這裡 所以不要忽略情緒 不要覺得情緒是不好 情緒 你老闆不想你有情緒 因為你有情緒的時候 他就要處理情緒 他就不可以將你用到盡 因為用到盡 他才可以 每一個錢 你的時薪 如果他要調查 為什麼你會不開心 原來因為你姐姐很賤 因為你的腦袋耍你 他要處理你就會損失很多錢 所以他不想你有情緒 政府也不想你有情緒 政府是想你們繼續 像還有什麼 人家會成為 薪水 好像蟎螞 還有些什麼 他們不斷地在工作 生產生產交稅 如果你有情緒的話 會怎麼樣 你會罵政府 你會上街 你會不滿他 所以他會要你恐懼 恐懼是什麼 我會拘捕你 你會沉釁滋事 有23條的立法 要明白嗎 父母也不想你有情緒 因為你有情緒 你有點點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買一個玩具給你 或者說他要處理你覺得班主任偏心 還有為什麼弟弟有一個玩具你沒有 是因為所謂的居上位者不想處理 所以他用恐懼來管治你 但是如果你跌入這個陷阱裡 你聽他說的話 你也不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你也是忽略你自己的情緒的話 你就下一輩子再回來 做不做到人都成一個問題 讓你做到人成為Nima Slam的人 那就恭喜你了 講到這裡 下一個星期再見 Please like 我們的Facebook Page 生酮感受 是生酮飲食的生酮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那個Forum FourUM 我們阿姐有戲做節目那一天就會出帖的 我今天就因為沒有見客人 因為我弄傷了 所以我就今天休息了一天 又回到公司煮一些東西 但是主要是沒有見客人 所以你看到我又很喜歡了 去做節目了 OK 大家想聽些什麼內容 還有一些什麼評論 儘管留言 OK 對於這個武漢疫情 這個肺炎 大家不要斷意輕心 因為這個清洗未完 OK 拜拜 拜拜